大国外交最前线 今天在成都 习近平主席夫妇将为来华出席大运会开幕式并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夫妇等贵宾举行欢迎午宴 欢迎午宴就设在了天府楼的阳光餐厅 前往餐厅的途中 孩子们的歌声一定会吸引大家驻足欣赏 这是由四川少数民族儿童组成的合唱团 为大家演唱四川民歌 太阳出来喜洋洋 成都的天气前几天 阴雨绵绵 但今天阳光灿烂 而孩子们清澈的歌声真的也像阳光一样明媚 您能认出这都有哪些民族的孩子们吗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 四川有着中国全部56个民族 在这里只是一部分 56个民族和睦相处和谐共生 这就是中国 走进阳光餐厅真的满目低脆 这里绿色的主色调 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天府之国的蓬勃生机和大运之城的青春朝气 长长的餐桌中央特别的设计更是宛如绿水青山的长卷 徐徐的铺展开来 我们看这里有天下之忧的青春山 有天府之园 独江燕 这是道成亚丁的神奇雪山和国宝大熊猫 色彩绝丝的九寨黄龙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是一块LED屏 能够看到九寨溪水潺潺流动 当然少不了大运之城成都 这就是今天晚上举行大运会开幕式的主体渔场 还有康乃馨组成的跑道 大运会的吉祥物 大熊猫荣宝正在开展各个大运项目 其实在这里处处细节当中 都能够体现出这种极具匠心的设计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餐具 这上面有很多天府之国大运之城的文化标记 您看到了吗 银杏叶 银杏是成都的士树 还有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图案 被称为鼠中归宝的鼠秀 制成的餐巾口 问您一个问题 这次在成都 在大运会 在这次的大国外交最前线 哪一个元素出现的频率最高呢 到底哪一个元素可以称为妥妥的顶流呢 答案当然是 大熊猫 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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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熊猫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它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友好使者 大熊猫真的很中国 外表看上去萌萌哒 但它却是数百万年残酷的自然选择下 名副其实的生存强者 所以它代表着中华文化当中 无惧挑战 自强不息的无畏品格 大熊猫体型如此庞大 可是它性格平时温和 从来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弱小的物种 在古代中国神话传说当中 有一种指戈西兵的人寿 叫周瑜 有学术观点就认为 原型就是大熊猫 所以它也代表着中华文化当中 以核为贵的精神内涵 大熊猫的外表是黑白分明的 它在进化过程当中 逐渐地放弃食肉 而以竹为食 这也天然巧合地体现着中华文化当中 阴阳对立统一 万物和谐共生的世间正道 所以大熊猫能够成为妥妥的顶流 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想世界上不喜欢大熊猫的人 恐怕虚之可数 正如世界上爱好和平 渴望和睦 希望合作的人永远占大多数一样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搭建起更多更好的 像大运会这样的文化交流 交往交融的平台 我们一起努力让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真正成为时代的顶流 我 Gö地欣不要 没有 nya